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分百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他的恩典是百分百 他的全能是百分百 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下一个 他说凡信他的人也能 我们说耶稣能没问题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这句话我们能不能信 主啊你能这没问题 你说我们信你也能 而且有一个地方说的更严重 他说要做更大的事 理论上来讲我们也不反对 但实践上大问题 那怎么办 我想在这种反差的情况下 我们呢还是定经耶稣 我们只看耶稣怎么说的 就是看他 这是不是他 大家说yes是他 这是不是他说的 yes是他说的 你看见了上好的 你就知道你自己不好 而且你也知道什么是次好 因为现在东西太多 汪洋大海一般 耶稣呢好像被淹没在当中 被融化在大海里 被稀释在大海里 甚至被沉没在大海里去了 那现在我们把耶稣举起来 看这个人 看他自己怎么能 然后听他自己怎么说 也听他对我们怎么应允 刚才那个话呢 属于对我们的应允 凡信的人凡事都能 这是一个应允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寻找就寻见 这全是应允 那这些话呢 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怀疑 我有什么怀疑呢 因为实践中真的看不见 做不到 扣门就开门 寻找就寻见 祈求就得着 无论何事 你们祷告祈求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信心像一类节菜种 就让这个桑树连根拔起 栽到海里 也必成了 那真的吗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跟现实 跟实践 完全挂起钩来 完全对应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建议就是说 只定静耶稣 先不要管现实 信耶稣 定静耶稣 看耶稣 一定是反常的 没有一个神迹 不是因着信心 而做出反常的行为 麻风病人冲向耶稣 有这种事吗 谁敢 他敢 摊子把房顶拆了 谁敢 他敢 一个妓女 冲进法利塞人家里 亲耶稣的脚 哪个妓女敢 他敢 所有奔向耶稣的人 都是反常的 而且耶稣自己 也是反常的 当时的人都说 他癫狂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太正常 一切正常 正常到一个状态 就是说半死不活的 就是这样 那现在就需要一个转变 怎么从正常 定静耶稣 突破正常 进入反常状态 我觉得这个 要定静耶稣 就是要把眼光 聚焦在耶稣身上 因为我们的眼光 说实话 包括我在内 受现在这个状况的影响 我们的眼光 不是聚光 是散光 是散光状态 什么都看在眼里 对吧 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教导 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理论 知识 教义 现在我觉得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聚焦耶稣 从散光的 一个信仰的事业 聚焦在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核心身上 就是聚焦而已 那至于聚焦之后 发生什么效果 那是另一回事 可能会出几个 癫狂的人 什么你都知道 但是你只关注耶稣 只在乎耶稣 怎么行 怎么说 怎么做 其他的都知道 这个没有坏处 那你原来那些东西 都有用 但是呢 不把他们作为核心 不把他们作为 聚焦的地方 没有耶稣就没有力量 没有耶稣就没有火 没有耶稣一切正常 一点都不反常 所以呢 一点力量都没有 因为耶稣是这样 你如果信他 信的不绝对 你就是绝对不信他 你如果信他 信的不完全 你就是完全不信他 因为他是完全的 就这么说 耶稣说 我不是99.9% 我是百分之百 保罗说得清楚吗 没有别的根基 只有一个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根基不仅是教会的根基 也是神学的根基 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根基 这个根基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讲 如何承受大能 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是为了造福人 我们也已经知道 人承受神迹的福 靠的是信 靠的是信心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信心有三种表现 或者三个保障 就是交予 顺服和定经 这三点 交予 就是交给耶稣 顺服 就是顺服他 定经 就是定经他 这是信心的三种表现 或三个保障 第一个我们来看 交予 交予耶稣就丰富 这个最明显的神迹 就是五饼二鱼 这件事从头到尾 其实是耶稣一个人操办的 他的门徒没做什么事 他的门徒开始就没有信心的 是耶稣 叫门徒去看看 你们有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胸有成竹 知道该如何行 一开始他就知道 是耶稣将安德烈手中的 五饼二鱼要过来 说拿过来给我 是吧 这全是耶稣主动 耶稣办的事 是耶稣吩咐众人 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做好 是耶稣拿着五饼二鱼 望天祝福 也是耶稣把饼跟鱼 递给门徒 是吧 递给门徒 然后门徒又递给众人 神机就这样成了 那门徒我们想想 在这个神机中做了什么呢 啥都没做 只做了一件事 如果说他做了 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五饼二鱼 交给耶稣 把这五饼二鱼 拿过来 从小孩子手里 交给耶稣 这就是他们做的事 我觉得含义很深 神要赐福人 他要人做的事 无非就是一交而已 就是交托 基督徒常常叫交托 我这里用的是交语 我觉得这件事更要紧的含义是 它隐藏着一套危机处理原则 因为我们人生中 教会中 生活事业商场 各方面 你都会遇到危机 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圣经 给了我们一个原则 就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上面 可以看出来 第一 我们看耶稣怎么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体会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行的 你们行的 因为当时他们很悲观 很失望 很绝望 这么多人 怎么管他们呢 就是买二十两银子的饼 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于是门徒的态度 就是想放弃 随他们去吧 让他们自己找出路 找吃的去 耶稣这个时候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 你们行的 不要放弃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话叫门徒们 摸不着头脑 那我们拿什么 给他们吃呢 的确是 你说的好听 你上嘴唇 下嘴唇一碰就出来了 那我们拿什么 给他们吃呢 他们哪里知道 门徒不知道 耶稣说的不是 解决危机的方案 是什么 是信心 当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句话就是说 你们要有信心 你们行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方案 日常我们处理危机的时候 是先有了方案 我才会有信心 是吧 总裁就说 你们就拿出一个方案 甚至两个方案 甚至三个方案 一看 大有信心 好 我们有救了 耶稣说不是这样 在没有方案之前 你先要知道 你行的 你有信心 先有了信心 方案就来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吧 有了信心之后 就不需要方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投靠耶稣就够了 信心就是投靠 耶稣就是方案 在耶稣这里 正好跟常情常理相反 他直接向门徒要信心 对耶稣来说 对全能的神来说 不就是这样吗 人们对他的信心 就是解决方案 说基督徒遇到危机的时候 解决的最好的方案 就是对神的信心 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句话 启示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危机 物质危机 精神危机 或生命的危机 都不要放弃 都要有信心 因为有神同在 你行的 就是这么简单 那耶稣这话 背后含义的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行的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步 我们看看啊 第二个耶稣怎么说的呢 看看你们有什么 你记得耶稣说这个话吧 看看你们有什么 我来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有的 你不仅行 而且你还有 我觉得神常常 这么安慰我们 我自己也是这样 当我觉得自己 不行的时候 神说你行的 当我觉得自己 没有的时候 神悄悄说 你有的 你找找看 你看看你身上 有什么可取之处 真的是这样 一会儿我会讲 这个很要紧 人生的危机当中 悲观的人看见的 常常是自己 没有什么 乐观的人看见的 常常是自己 有什么 你看见自己 没有什么的人 就死定了 看见自己 有什么的人 就能活过来 这圣经里边 这样的例子 不胜美举 上帝对一切 处于危机中 特别是处于 匮乏中的人 发出的指引 就是看看你有什么 听话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神 他可以用我们 所有的 供应我们所没有的 旧约时代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以利沙 跟那个寡妇 那个以利沙一开口 不是问他家缺什么 寡妇很穷 向以利沙求助 那以利沙 不是问你家 需要什么 缺什么 而是问他 你家有什么 有这种事吗 寡妇说 还有半瓶油 以利沙就说 你和你儿子 向林舍借器皿 越多越好 回家关上门 将那半瓶油 倒在器皿里 结果这母子 两个照着去做 那半瓶油 怎么倒也倒不干 直到器皿用完了 才干 难怪那个以利沙说 不可少借 越多越好 我想那个时候 如果他把那个 全村的 那个锅耳瓢都拿去 也倒不干 这就是神做事的 全能和法则 耶稣还说过 另外一句话 也可以用在这里 他说 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 一直盯着自己的 没有 心里就没有 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 如果看见自己 所拥有的 哪怕一点点 心里就拥有 就有信心 就有盼望 有一个孩子 他有一家破旧的钢琴 你们听过这个故事 里边有好多音都不准 好多剑的音都不准 根本弹不成一个 像样的曲子 可是有一天 他听到悦耳的 优美的琴声 他一看 是他们家来的一个客人 这个钢琴家在弹 他很吃惊 他说 我这个琴破破烂烂的 从来音不准 你怎么弹得这么美 这么准 他说 你刚才弹的时候 我在旁边听 知道哪几个键不准 我这首曲子呢 不需要那几个键 弹的全是准的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道理 在上帝手里 他用你的长处 避你的短处 然后用你的长处 弹出最美的音乐来 最美的音乐来 这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你身上哪怕拥有一点点 一点点长处 上帝呢 都可以让他 妙手回春呢 点识成金 这是第二步 前面我讲的两步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行的 看看你们有什么 你们有的 然后第三步 耶稣怎么说 拿过来给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看我的 耶稣说了这么 短短的三句话 这三句话里边 宇宙中的三个大奥秘 就给说出来了 你行的 你有的 给我 把你有的拿来给我 看我的 关键是放在神手里 安德烈看着五饼二鱼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他很不以为然 这分给这么多人 还算什么呢 但是耶稣一句话说 拿过来给我 给我就行了 你看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太弱小了 我们太卑微了 我算什么呢 是不是 我能做什么呢 耶稣对我们说 孩子把你给我 把你给我 当我们把自己交到神手里的时候 他真的是做出人意料的事情 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 使无便有 使少便多 五饼二鱼 未保五千人 关键是把五饼二鱼交给神 如果不交给神 不交给耶稣 五饼二鱼 依然是五饼二鱼 人要交给神一点点 神 交还人千千万 撒罗法的寡妇 用仅仅剩下的一点面 首先做一个小饼 给先知吃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本来他说一点面 加点水 做个饼 我和我儿子先吃 吃了以后死就死吧 那个寡妇说话真利索 先知知道神的法则 他说你先别自己吃 先给我吃 哪有这么说话的 先给我吃 等我吃完之后 你们再吃 我保证能养活你们 结果他们就永远吃不完呢 你看这个含义多深呢 所以神迹 重要的是神迹里边 隐含的神的心意 这个是最重要 此处还有一层奥妙 就是呢 神不能凭空赐福人 他总是在人 已有的东西上赐福人 总是在人 交给他的东西上赐福人 所以呢 我们常常看到 神在给人之前 先向人要 这是个法则 这是我这么多年了 经常提到的 我自己很有体会的 一个神做事的法则 就是神要祝福你什么 他把这个 要祝福的这个东西 从你手里要过来 拿到他手里去 然后他祝福以后 我再还给你 它是这么一个法则 因为神手里 我常常讲这个道理 神手里什么都没有 你说神手里有什么 你说他有整个宇宙 正因为他有整个宇宙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 我举个例子 如果全世界的银行 全世界的商场 全是你的 你还要credit card吗 那你还需要仓库吗 你不需要 你自己还要什么仓库呢 全宇宙全是你的仓库 所以你跟上帝要啥 上帝都没有 他把阳光给了太阳 把生命给了地球 对吧 他自己有什么呢 他只能说 你要我祝福你什么 你向我要什么 把你现有的拿来 我就觉得最有名的 就是泰戈尔那一首诗 讲的是一个乞丐 沿街讨饭 他这么写的 我正在村子里沿街讨饭 突然你的今年远远的出现了 像一个豪华的梦 今年呢 就是皇帝的车队 你们知道 我很想知道 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大有希望了 我苦难的日子到头了 我站在那里 等待着你慷慨的施舍 那灰金如土的财宝 今年停在了我的面前 你看了我一眼 微笑地走下车来 我觉得我一生的好运 终于来了 突然你向我伸出右手说 你有什么给我吗 哈 好一个帝王的玩笑 竟然伸手像一个讨饭的要东西 我糊涂了 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然后慢慢地从讨饭袋子里 摸出一粒小小的麦子 把它献给你 白天过去了 晚上我把讨饭袋子里的东西 倒在地上 在可怜巴巴的一堆东西里 我竟然发现了一粒黄金 这时我是多么震惊啊 我痛哭了 我恨我当时 没有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如果乞丐把一双鞋脱下来给皇上 皇上赐给他的一双金鞋 一定是这样 他要祝福你 就要在你已有的东西上祝福你 这就有点像你去理发店 你必须先把你的头交给理发师 然后他理完了以后还给你 是不是这样 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这件事啊 交给我们一个很受用的危机处理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用三个短语来概括 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第一个短语 你行的 就在任何情况下 你要知道你行的 第二 你有的 第三个就是耶稣说的 看我的 要看神的 一句话概括 就是将你所有的哪怕一点点交给他 贫乏的时候 将你的一点点拥有交给他 衰残的时候 将你的一点点生气交给他 失败的时候 将你一点点勇气交给他 绝望的时候 将你的一点点梦想交给他 然后你就安息等候 等候神的大作为 这是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 告诉我们的一个处理危机的法则 就是交托 第二 顺服 我说顺服耶稣就蒙福 这里边有两个神迹 第一个就是彼得 一网打满两船鱼 是因为什么呢 顺服 彼得是个渔夫 耶稣是个木匠 耶稣凭什么指挥彼得打鱼 彼得有理由不服气 但是他却顺服了 对耶稣说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王 没想到这个顺服 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带来了一个大神迹 一个大丰收 也带来了一个 得人如得鱼的大使徒 就是顺服 不是理解 不是明白 我就下王吧 就是顺服 所以有时候神向我们说了话 我们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 没关系 心不甘情不愿意 忍耐地结实 就去暂时忍耐 忍耐地顺服 彼得忍耐地去撒网 一拉就拉不动 就忍耐了一小会儿 马上就兴高采烈了 第二个加南婚宴上 耶稣便水为酒 那这个用人们做了什么呢 啥都没做 就是顺服 就是玛利亚说的 他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那先是耶稣吩咐 将石缸灌满水 他没酒了 耶稣让他们灌水 一般人 包括我在内 如果在场 我们就会想 一定是想准备兑酒精 但是这几个用人 好就好在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灌满了 刚灌满了 耶稣吩咐他们 把水咬出来 咬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还没兑酒精 不仅没兑酒精 你也没祷告 你没做任何事 咬出来不还是水吗 但是用人们还是顺服 他们不多问为什么 所以问为什么 本身是一个不信的表现 我们基督徒千万别老跟神问为什么 那不信的时候 你问为什么 那可以理解 那认识了神以后 你就知道 凡事都有神的意思 顺服就是了 接下来 耶稣吩咐他们 把水咬出来呢 去送给管宴席的人尝 用人也没有什么犹豫不决 忐忑不安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灌进去的是水 咬出来的还是水 端着一碗水 让管室的人去尝 但是他们还是顺服 我真的佩服这几个用人 他们结果就送去了 管宴席的人尝了 就说这么好的酒 怎么留到如今 神迹就成了 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神迹 一个彼得打鱼的 还有这个水变成酒的 这个都是讲顺服 彼得顺服 一王打两船鱼 那个用人顺服呢 水就变成了酒 我们可能有人会说 我也巴不得顺服啊 可耶稣什么时候吩咐我了呀 耶稣如果吩咐我做什么 我一定呱呱呱呱去做什么 其实你不知道 耶稣常常吩咐我们 常常吩咐我们 我们却不顺服 比方说 他常常用圣经上的话 是不是 读着读着读着圣经 突然有一段话 进到你心里去 你明明知道 你应该遵照去行 但是后来你却忽略了 放下不顾了 还有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更不用说 圣灵经常感动我们 大多数情况下 我是敢而不动 很感动 甚至把感动写下来 过了几年以后一看 还在那放着呢 很多人被神呼召 出来侍奉主 早就听见这个声音了 而且也答应了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老在这里 不去那里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了 还有环境的设置 也是对我们的吩咐 有时候神给我们开一个门 关一个门 那这意思就是说 你别走老门了 别走老路了 把那个门已经给你关了 然后走这个新路吧 我们不敢 撬 实际上就撬那个门 撬不开 用脚踹那个门 非要回到老门里去 我觉得我们常常面临着 顺服和不顺服的选择 但结果呢 常常是我们无动于衷 还是按照老样子 随大六 求稳妥 按部就班的活下去 很多时候 我们是按部就班的活下去 上帝给我们好多机会 耶稣要带领我们突破 突破突破 转折转折转折 我们却不动 因此很多我们可以做成的事 没有去做 我相信世界上绝大部分人 在绝大部分的事情上 全是这样 全是这个样子 耶稣说嘛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照我的话行呢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遵照他的话行 不是说让我们去行善 不要那么理解 他说你们想行善随时都可以 你们不常有误我 他这个意思 是遵照他的话去行 像他那样 像他那样 他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信 我们就怎么行 比方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 他说 凡信我的人 凡事都能 这个话你信不信 你行不行 你照不照着去做 好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顺服 第三点 定经 说定经耶稣就得胜 这个案例呢 就是耶稣处理风浪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难免遇到风浪 包括失败 包括疾病 最后是死亡 你都逃不脱的 有时候呢 耶稣为我们行第一个神迹 叫我们人生中的风浪平静 那是很美好的事情 比方转败为圣 这个病得医治 家庭重新和睦 等等等等 这个 这是最美的事情 但是 更多的时候 耶稣是带我们行第二个神迹 就是像彼得一样 他让彼得走向他 也踏着风浪 像他一样 走向他 那要我们什么呢 让我们迎着失败 迎着疾病 迎着死亡前进 毫无疑问 我们都偏爱第一个神迹 希望耶稣为我们止息风浪 我们就可以在风平浪静中 安度人生 哈利路亚 多美的事 可是 然而实际上 在一波接一波的人生风浪中 耶稣常常带我们和他一起 踏着风浪前进 直到彼岸 你可能走到半路上 你还在想 来一条船吧 来一条船吧 耶稣说 跟我走 跟我走 这个时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关键的关键就是 定经耶稣 否则的话 你根本走不下去 你会让抱怨纠缠 气馁 丧失勇气和信心 抬不起头来 挺不起腰来 因为你看风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迹 海上起了风暴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门徒看见耶稣 在海面上走 这是第一段话 这是何等大的看见 你们注意看见耶稣 在海面上走 这个看见 是何等大的看见 因为在人生的风浪中 在不幸中 不幸的人 常常看见的就是风浪 就是自己的不幸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不幸的人 能看见超自然的神 将风浪 踏在脚下的神 正向他走来 他是何等幸运 忧郁症的人 特别是想自杀的人 绝望的人 他就是看不见希望 他只看见绝望 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让他 看见希望 看见耶稣 踏着他的风浪 向他走来 爱他 奔向他 看到这个希望的话 他立刻就有了把握 有了确具 有了信心 接下来第二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 是我 是我这两个字 是最亲的人 才说的话 当摩西在西乃山上 神对他说的是什么 我是 是什么呢 摩西不敢问 那是律法时代 神是威严的 那如今耶稣 对我们说的是 是我 这跟当年说 我是 有天壤之别 因为 他和你是如此亲密 以至于 他只要说一声 是我 你就身上有一股暖流 心里就立刻就平安 他是 他是你的朋友 那么第三句话 圣经记载这个事情说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那里去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心智 何等大的一个要求 彼得说 如果是你 你必能叫我也像你一样 将人生的风浪踏在脚下 我也一定要将风浪踏在脚下 一个基督徒面对耶稣 应该有这样的心智 如果你真是神 如果你说的话算数 如果你的应允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像这样的应允 如果是真的 那么我就能踏风浪 走向你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心智 第四层意思 耶稣说你来吧 这是何等大的应许 在黑暗中 在风浪中 神说 你能做一件 我正在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而且要做更大的事 圣经上的原则是一贯的 就在这个神迹中 也是这样一个原则 第五层意思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这一段 这个情节 是何等大的警告 警示 彼得为什么失败了 圣经里边有一句 关键的话就是 只因见风甚大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这个原因就是彼得 不看耶稣 看风浪 人的眼睛看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什么 什么就进到你心里去 你的心里就有什么 就种下了什么 然后你的就长什么 你就变成什么 我五十岁的时候 脖子上长瘤子 怀疑是淋巴癌 那个时候 打开电脑 一搜淋巴癌的症状 样样像我 我样样都像 那就是风浪 那真是风浪 一看就沉下去 那个心呢 唰就沉下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只能看耶稣 我读四福音书 那个时候 我最喜欢读的是哪一本福音书 你们猜 马可 对 他说的对 马可说的话很少 都是神迹 所以我就为什么刚才讲 我们只要定睛耶稣 其他的事先不要管 先定睛耶稣 你就看着耶稣 一段一段的 他怎么去医治病人 就这么看的时候 你就得医治 我最后确诊 不是癌细胞 是正常的脱液腺细胞 的时候 我马可福音还没读完 为什么呢 一边读一边想 默想 自己设身处地 进入那个场景 耶稣摸麻风病人的时候 那想象自己 我就是麻风病人 要病有病 要罪有罪 要什么有什么 就是麻风病人 那耶稣的态度很明确 非常明确 什么都不管你 就摸你 就动了怜悯之心 就摸你 他没有追查你的任何东西 那个时候我认读了 连祖宗八辈的罪全认了 我就听到耶稣 跟我轻轻地说 何必呢 何必呢 我那个时候就这样 非常奇妙的事情 只要我一看我的病情 心就垮下去 只要一读耶稣 心就平静下来 真的是离不开耶稣 离开一会儿就死一会儿 讲道的时候是讲耶稣 这没话说 讲完道之后 要不停地想耶稣 不能想别的 遇到一场大风暴的时候 你要看风暴 你就死定了 你只有看耶稣 盯着耶稣 才能度过风暴 这个神迹的第六层意思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彼得 说你这小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这个责备 是何等大的责备 神责备人 特别是责备他的门徒 用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小信 你这小信的人 看风浪之所以会死 就是因为看风浪 会毁掉信心 看神之所以能活 就是神能给我们信心 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 他的恩典和能力 是够用的 是不是 而且是我们的 一切的依托 那你看神的话 那我们立刻就有了指望 就有了盼望 就有了信心 遇到风浪 人会害怕 会疑惑 第一是会害怕 第二呢 是会疑惑 怕是怕风浪 疑惑是疑惑神 这两者都导致信心丧失 这个时候 唯一的办法 就是定睛耶稣 定睛耶稣呢 第一你就不害怕 第二呢 你就不疑惑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讲的是定睛耶稣 一定要定睛耶稣 不管他多么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定睛他 就死死的定睛他 一点都不怀疑他 这个时候 那个力量就来了 这个时候魔鬼呢 会引诱人看风浪 看困难 那人一旦看这些负面的东西呢 你就会偏离耶稣 你的眼光就偏离耶稣了嘛 你一偏离耶稣 信心荡然无存 正能量立刻消失 负能量把你控制住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 一再地告诫我们 要信他 要看他 他是唯一的路 他是唯一的门 他是唯一的光 唯一的梁 一再强调他的绝对性 所以我们定睛耶稣就够了 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 定睛耶稣就够了 上帝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上帝爱世人 没有赐给我们一套理论 不是赐给我们一个组织结构 不是赐给我们一套传统 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只要相信这一点 That's enough 不仅得救 而且得胜 而且成胜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 你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 来唤醒我们 来引导我们的人生道路 直到永生跟你见面 在一起的时候 主啊 借着这些神迹 告诉我们这么好的道理 这么真的真理 主啊 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 就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不怕一切 来到你的面前 不顾一切来跟随你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交托 让我们顺服 让我们定精 让我们领受神迹 你说过信的人 凡事都能 我们说 我们愿意信 主啊 求你把信心 加添给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愿意信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